好 那这是陈维廷 他呼吁 林飞凡呼吁 这个全国的学生开始罢课 那到目前有40个学生团体自主罢课 那包括谁呢 包括国立清华大学学生会 国立政治大学学生会 国立台湾大学研究生协会 其实很多的社团组织我就不一一念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 国立台北大学学生会 还有什么呢 还有国立中兴大学学生会 国立东华大学学生自治会 国立成功大学学生会 国立中正大学学生会 国立中央大学学生议会 茨琪 会不会风草扩大 我觉得现在学生其实是进入了一个 抗争的第三阶段的模式 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是最难熬的 因为执政者没有任何要跟你们对话 或者没有任何放软调子的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时候的坚持最为重要 那所以现在看起来 我个人认为学运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 因为其实这样子的呼吁 罢课之后一呼百应 不但学生会呼应了 教授也呼应了 有越来越多的教授发了联合的声明 台大法律 清大等等都发这种声明 说好 老师也不上课了 老师要加入学生 我觉得这个风潮会一点一点的 持续的越来越大 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马英九现在看起来 他其实是不肯低头的 而且当他觉得那个情势越难控制 你们烧越大的时候 他其实那个毒夫的心态会更为坚定 毒夫 他昨天的这样的行为 血腥镇压的行为 不就是个毒夫吗 我觉得他会更为严重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 要特别严防的 因为暴力其实是无能的象征 而且就是说他这个人越无能 越缺乏了统治的正当性的时候 他的做法就会更为极端 更为恐怖 我觉得这个是学生要有心理准备的地方 是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学生 因为很多人说他们是暴民 学生要告诉大家 他们不是暴民 所以明天他们会在国内的媒体 买一半头条的广告 要花多少钱 台湾说要花100多万 100多万 花150万 没钱要怎么办 募款 募款 后来一时就已经募到了 不只募到了 后来感觉说没有这样 我们也要来纽约时报登广告 所以呢 他们明天要买苹果的头版跟纽约时报的国际版广告 这样要花多少 这样要花783万 783万 但是呢 不好意思 半点钟就募到了 半个小时就募到了 来 韦翰你要补充 其实我觉得 这个我们讨论到现在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 到底谁要负责 刚才明明讲了吗 马英德总统他要负责 比如说今天他的态度是 他觉得说 我找了这么多的博士 博士级的阁员 以及专家 所订出来的福茂协议 我不能讲 的确这个也是没有错 签约的时候是不会把自己的告知 底线不能讲 可是签完约的时候 你的跟国人说明的诚意 跟力道都不足 那刚刚讲的那个逐条审查 也是让大家看到说 你其实是想要4月8号的认会一次闯过 因为民进党率也比较少 这两个都让国人觉得痛心 而且觉得不解 所以逐条审查的意见是有 所以学生进去之后 大家才会支持学生 如果学生都没有道理的话 一天晚上就被人家扫出来 没有 那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要注意到的就是说 现在学生继续提出的 这个罢课跟罢工 其实我倒是有点担心 因为或许有一些家长 他们并不支持说 长期的 也比如去上课 也要去说 好 这个可能后续要去看发展 但我所判断 蛮有总统 他是不会有任何的回应 尤其金普松已经回来了 因为这个局势 尤其金普松回来了 你听我讲 为什么会这样分析 昨天的这个动作 我相信很多人大出意料 就是警察很凶 而且一个晚上 就真的全部扫出去 我不知道在座两位同学 是不是有想到 那我昨天在现场采访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学生是有点错的 真的被警察打出去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难道这么残忍 这么粗暴 你知道民众看了会支持吗 会有很多人 觉得这样政府太过分 但是不是每个人 另外有一边觉得 你不应该去行政院的 这个危险操作法 这就是神魔切割法 他把台湾的这个民众 两边对立加强了 所以刚才康英跟你讲说 那都要看广告 然后那么 这就是民意嘛 短短半小时 700多万人就会到了 那不是挺是什么 对 那一边的是挺的 那马英九会觉得说 那个挺的那一群群 是不会投票给有国民党的 可是 可是 我很不好意思 你敢没看到民票 对 所以宏英哥